现在国内的汽车市场发展相当的迅猛 每年都会有很多的新车上市 这时候也多了很多的二手车 对于很多人来说 二手车实惠 买一辆自己也划算 很多新手都是买一辆二手的来试开 就算被刮了蹭了都不会觉得心疼 而且还能够提高自己的开车技术 近日一位广西的徐先生买了一辆大众速腾的泡水车 花了不到一万元 徐先生买的这辆大众速腾是2013年上的牌 当时这款车是十多万 亲自二手车的价格是七到八万 但因为是泡水车 徐先生只用了8800元就买了下来 徐先生也非常的高兴 这款车的外观十分的经典也很耐看 外观也没有什么大的损伤 加上大众速腾的销量一直都比较不错 8800元买下来十分的不可思议 不过因为是泡水车 该车的车身下沉了许多 车身内部不满了淤泥 内饰也被淤泥填满 徐先生将车送到续修厂 请师傅花了三个小时对车辆进行冲洗 车的电子元器件都换成新的 一些没法再用的内饰件也换成了新的 全部加起来一共花了三万左右 总的算下来 徐先生只花了四万元就买了一辆大众速腾 不过泡水的二手车虽然便宜 但买车的时候还是得考虑好 谨慎一些不要有什么安全隐患